全球自行车十大经典赛事之一 台湾自行车登山王挑战赛 今年迈入十周年 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 许多国外精英车手无法来台 但主办单位仍用最高规格来举办 让赛事能够延续下去 29号一早出发 进行105公里 从花莲七星潭直上海拔 3275公尺的 和欢山五岭实地挑战赛 这条路线是自行车同号心中 一生至少要挑战一次的经典路线 一路从七星潭攀升到海拔 3275公尺高的武岭 兼具天堂般的壮丽美景 与地狱般的体能挑战 选手们在来宾名枪后出发 Let's go Go 2020的台湾教育 加油 加油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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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年度因为疫情的关系 许多国际选手无法来台参加比赛 但是仍然有许多勇者踊跃报名来参加 总共有21国295位的选手参加 在经过体力以及耐力的考验之后 一前三名抵达武岭的勇者分别是 彭聚凯 卢绍轩 以及黄冠林 大家也相约明年见 记得高双双花莲采访报道